天女仔人家就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总是最喜欢问的 就是这样的问题 林晚荣本来 还想打回他拆边球 说他说 你两个都喜欢 谁知他都没开口 秦仙如像一早猜到那样 掩上他的嘴说 不行 我不准你说什么 两个都这么喜欢 这些说话的 一定要分出 喜欢谁多点 不准想 你说吧 快点说 呃 这个 这个呢 其实呢 跟你们一起的时候 我喜欢你多点 哎 这个林晚荣 应真就够奸搞了 前面那半句话 就讲得模糊 让人听都听不清楚 后面那半句呢 就讲得至正康远 连石头都听得明白了 秦仙如呢 虽然是个天不怕 地不怕的百年魔女 但是 论那些搞诈 奸惑的手段 又哪里能够得上这个林晚荣 林三哥啊 一听到他说 喜欢自己多点 哎呀 真是又怕丑时又甜蜜 做就不计较他前面 咦喂 正所谓一招比蛇咬 十年都怕草城啊 千万不要出什么意外啊 他即时吩咐大家警戒 然后这样才转转头问 林兄弟 公主 你们没事吧 堂桥是动得很紧要啊 没事 没事 高大哥 没事啊 没事就好了 我们就来到地方了 高游就这么先松一口气 幸好这次没事啊 如果林兄弟再出什么事 不用人家说 自己啊 都过不了自己的关啊 高游这次紧慎得多了 一走到林府 每村那条行啊 高游都怕人用周围的环境 打探一番 确认没到意外了 这样才继续向前行 行到一条暗行的地方 前边早有一堂桥在等着了 徐卫一见到他们 马上掀开桥帘走出来 小兄弟 你来了了嘛 秦仙怡掀开桥帘 林曼明笑着拱拱手说 徐卫哥 认真不好意思 小弟来迟了了 哎呀 别看你 你还带着伤呢 不像不像 你的时候 行事正当其事啊 说完之后 他在自己的三袋里面 拿了个包裹仔出来 递给林曼明说 小兄弟 你个皇上赐给你 巡查物子 皇上说 要你见机行事 不用有什么拒绝的 总之 无论任何人 要生要死 你都可以先斩后走 喂 林曼明接的 这道圣子的心头 一阵紧张 按照老皇帝 这么说 就是说我现在 想杀谁 就杀谁 杀完才 再跟他通知一声 这样就行了 这么搞法 这个权力 起不是跟皇上都差不多 嗯 徐先生 那个对头 有什么异常举动 暂时我们还没有什么发言 他今天一直在上博子里面 拜反 看不出他有什么异常 反而 今天传出皇上 亲自在你府中调宴的时候 他一致到 就立刻留在商房里面 一年两个时辰都没出现过 搞得老夫都紧张起上来 那你有没有派人 进他的商房看看 没有 他在那里 债戒目浴 祭殿先皇 一般来说 限杂人等 是不能进得去 而且 跟他老夫调查 今天 都没人进去跟他聊天 嗯 那真的奇了 两个时辰 可以做很多事了 难道那城王 一人真的抱着个兜 在那抚尸冥想 那有什么可能啊 小王爷呢 还有他整班幕僚呢 难道 他这么都不找个人商量一下 古怪 其中肯定有很多古怪 想来想去 林晚宁都没想得明白 索性暂时不理他了 徐先生 照你所说 现在我们大部分的力量 都集中在上国展这边 是不是 当然了 既然成亡在上国展 这里肯定我们重中之重 王府那边都部署了人马 不过 对这边相对少了一些 嗯 那你认为 那你认为 我们在上国展那里 布置了这么多人手 你猜 他知不知道 以他这么老奸巨华 又有这样的机智 怎么会不知道 小兄弟 你不是有什么发现 徐先生 你看我现在这样 又伤又残 我可以发现到些什么 不过 我硬是想 对方似乎太平静 平静得有点不正常 难道 他真的就是这么 问心无愧 哈哈哈哈 问心无愧 怎么会啊 我和这个人同时 围观二十几年 怎么会不知道 他的心性 不要说其他东西了 只要他暗中培植百年教 祸乱我们大话 就已经知道 他地地道道的奸挡 更加不用说 他还勾结窝人 和突路人 坚定的贝草灭终 无论如何 这件事 我们一定要搞定它 徐先生 上国子那边 当然重要 但是王府这边 都不可以放松 安排的人手 也绝对不能少过这边 小兄弟的意思是 所谓搞吐三骨 徐先生 这个道理你应该听说过的 他在上国子里面 这么静局 说不定 就想转移我们视线 总之 今晚事关重大 无论如何 徐先生你一定要将他困在上国子里面 绝对不能被他撂走 等我这边 事情一成 我们就以火箭为号 你直接冲进去捉人 无论有什么人反抗 都立刻杀出去 好 看来都安排好了 林满明是这样才安定一些 不过 他有一种很奇怪的直觉 今晚这件事 绝对不会有这么顺利 等他随备走了 林满明是这叫高游 将他带来城王府外面 有一栋 酒楼上面 这栋酒楼呢 有三层高 打斜对着城王府 正可以将里面的一举一动 全部都看在眼里面 林满明和秦仙仪坐在墙边 望着王府里面的动静 高游就不想阻他两夫妻 于是立刻下楼 吩咐其他人 就执行一切 林满明一直看着王府 隔了很久 他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静 实在太静了 静不好吗 相公啊 如果这个世界 就剩下我们两个人 永远都这么温馨 这么宁静 那你说多好啊 唉 女人啊女人 真是感情动物来的 在这么紧张的时候 这个小丫头 居然有兴致谈情说爱的 真是搞得林满明有点哭笑不得 平静的背后 往往会有一场狂风暴雨 而且啊 还有一场最猛烈的狂风暴雨 这个啊 不是什么好事来的 嗯 秦仙仙仪听到 嗯的声音当同面都红了 什么狂风暴雨呢 相公啊 你好衰的 哎呀 哎呀 我哪有这样的意思呢 你个丫头啊 偏偏会想起来 你这样的东西呢 林满明就不如都 吓吓大笑 等了很久 高游就实在在楼下 等了不耐烦了 听见他的笑声 忍着就走上来说 林兄弟 是不是叫我啊 好了好了 时间都差不多了 高大哥 人手安排好了 早就安排妥当了 整百多人 全部都是我信得过的兄弟 嗯 好 打个包袱 高游是即时将自己背着 随位交给他大包袱 打开 见到里面 是几个绑得更加紧的 细包袱 形状全部都不同的 高游觉得奇怪 都不知道里面 装的究竟是什么 来的 不过 做了这么多年侍卫 当然都会很省水 总之这些东西 肯定是事关重大 不该自己问 不该自己知的 千奇米知 对了 高大哥 今晚最重要 亦都最危险的事 就是 我跟你说的那一件 一定要找些武艺最好 头脑又最聪明的人 这样才可以做得到 我想来想去 看来 都只有辛苦你亲自跑一次 说完之后 林满榮就在高游耳边 小小声说了几句 嘻嘻 刚才套过几顶高帽 高游当堂 整个人都兴奋 行 行 行 将那几个包袱 全部拿好之后 兄弟你放心 你件事 不过搞不定 不用你动手 我自己都割了头下来 哈哈哈哈 说完之后 都不等林满榮吩咐 他即时 嘻嘻 就好像一流轻烟那样 潜入了深沉的夜色之中 相公啊 你要高侍卫去做什么呢 这么大件事 他一个人 搞得行吗 哈哈 去做贼而已 要这么多人做什么呢 高大哥这么好武功 又有这么好的头脑 这件事 他做就最合适了 啊 这个林满榮真是好识吊人胃口的 说来说去 总是说不清楚 他派高友去做什么 没多久 他们就见到高友 在皇府旁边的围墙边出现 只见他轻手轻脚 听他几番试探 确认这边都没防守了 这样才一拼 拼起一个飞渣 抓住墙头 然后三下五随意 就已经跳到皇府里面了 好 高大哥能他顺利地潜进去 看来 今天要他做这件事 看怕得实识无痴牙了 林满榮刚刚才松一口气 忽然之间 笑 笑 嘘 远处的天空 突然间响了几声尖銳的呼召 跟着 砰...砰...砰... 在半空中爆出几多美丽的烟发 在这个黑黑的夜空之中 显得更加耀眼 不,路徐那边不通出事 林满明刚刚心里面转过这个念头 忽然间,就听了楼下一阵急速的脚步声响 有几个示威急匆地走上来 林大人,闭家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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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边那两个林满明都知道 正是徐蔚身边的贴身示威 咦,见这个两个人风尘薄薄地赶来 心里面那种不祥之感越来越强烈 什么事,慢慢说 大人,大事不好 那个人,他走了啊 什么啊 林满明一听就简直大惊失色 一拍张腿 他都不记得自己伤势了 一紧,就站起身 哎呀 这脚一用力,当同那种刺骨的疼痛 就痛得他周身就飙了冷汗 相公,小心点啊 走了 林满明这个时候,心里面根本感觉不到痛 他只是觉得震惊 震惊得根本难以形容的 你就说,你们这么多人将上国子周团团围失 居然会被他走得,就在你们眼皮底下走掉 哎呀 如果真是被城王走掉了 那么这么多日来的准备真是会毁于一旦 而且以城王的老奸巨核,一旦被他走得出去 究竟会被大华带来几多灾难呢 你真是猜都猜不到的 见到他握住拳头,面色都不知道多难看 秦仙怡更加深赤 相公,不要急了 我们一定会有办法的 没错,不要急,不要急 林满明吾仔兄,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到底发生什么事 你详实地说 徐卫的贴身侍卫普拳话 启文大人 这几日 城王爷在上国子里面拜佛 一向都非常安静 我们也派了兄弟,调装改办 潜入寺里面,扮成有些沙泥或者乡客 每隔半个时辰,就去商房外面转转 今天徐大人回来之后 我们更加提高警惕 加派了人手,监视得都很严密 起初,觉得城王都没什么異常 但是,他入了商房之后,就一直都没出过来 如果半个时辰之前 我们的兄弟再去查探一下 谁知那时候才发觉 原来商房里面已经凶凶如也 人影都不见了 人影都不见 你的意思是说 他将我们天罗地网之中 在这么多兄弟的监视之下 突然间消失 你们一点都没发觉 他消失得很奇怪 事前一点预示都没有 徐大人一发现,就马上派人控制着上国子的周围 层层搜索了 这个时候,他手有什么用呢? 城王既然这样安排 恐怕,早就想好了 不过,这件事是认真奇怪的 既然确认他在商房里面 这个城王是怎么走的呢? 难道他真的有对异 忽然间飞了上天? 徐卫的人都不是那么容易骂 能在他眼皮底下神不知鬼不觉地走掉 这个城王,简直就不是人,是神 有没有发现,他是怎么走的? 我们搜查到商房的时候 发现了一条地道 地道? 通过去哪里的? 那条地道似乎刚刚开华了无奈 是通向城中的一处文章 在这个文章的附近 我们又发现了另外一条地道 是通向城外十里之间的树林里面的 等等,等等 你的意思是说 这两条地道不是连在一起 它们不是一起挖的吗? 呃,尚国子通向城中的地道 那些泥土很新 恐怕挖的时间是没多久的 但是由城里面那个文章 通向城外的那条地道呢 那些泥土就干了 恐怕挖完很久的了 恐怕挖完很久的了 可能是由于他们急着逃走 出城,调集城外的人马 搜索那些人的踪跡 嗯,好彩 通向城外的那条地道呢 通向城外的那条地道呢 这条地道隔得有多远呢 他分别围于两处文宅之间隔着一条小巷 啊,秦仙儿在旁边听到觉得奇怪了 隔得这么近,他为什么不索性将这两条地道连起身呢? 啊,没错,没错,秦仙儿你认真聪明啊 为什么不连起身呢? 哈哈,好,好啊,秦仙儿 如果是你的话,明知城外有大军围困 那你会不会就这样撞进去外边那个陷阱里头呢? 我先没那么傻啊 我怎样都要想个办法 把他们调开先,然后自己再走 啊,没错,没错啊 他都不理有多少人在身边 林晚宁是兴奋到 马上在重仙儿的面子上狠狠地吃一口 哈哈,我的仙儿小乖乖 你认真聪明,你说得太对了 嗯,讨厌啊 大人,接着陆来,我们应该怎么处战呢? 见到林晚宁情绪似乎好了那么多 还懂得跟公主调一下情 侍卫马上在抓紧时机来请示 没事,林晚宁在秦仙儿耳朵边说了几句话 秦仙儿小一小,就即时叫人 拿筆墨指引来 赤赤赤赤地写了几筆 林晚宁就签了自己的名字 接好交给侍卫说 你带这封信去见徐大人 就说我说的 以他调杂人马 加大搜索力度 那动静越大越好 最好呢,搞得连个露天爷都被我惊动 这就行了 是 尚公啊 你猜这样做 有几大把握了? 老实说 我一点把握都没有 你这个皇叔不是笨的 他应该现在还留在城中 这些真真假假的游戏 我看没人能比他了 哼,我才不认他做什么皇叔啊? 尚公,不过我看 说这真真假假的东西 你都不差他多少呢? 哈哈哈哈,过掌过掌 咦,为什么这么久时间 高游都还没有动静呢? 秦仙儿听你有点不明白了 尚公啊 既然城王现在都不在皇府里面 我们还要浪费那么多时间 浪费那么多功夫 做什么呢? 哈哈哈哈 他不在府邸之中 那就更加好了 有些事要做 就一定要去做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之间 对面皇府里面 传来那些人打架的声音 咳,咳咳 胖胖胖 风高蜜草 小心防火 风高蜜草 小心防火 林晚明一听 欢喜了 得了,得了 说话未讲完 只听得 咳,一声响 在对面的皇府之中 火光四起啊 有不得了 有不得了 不得了 他就知道